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呢 是三角函数的基本微分公式与微分连锁率 给定这个函数y等于second x的平方加上tang s的平方 让你求底y的x是多少 首先呢我们把题目的表示法换一个写法 second x的平方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表示方法 tang s的平方呢其实也可以写成这样子的表示法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这样子做才不容易忘记 要做连锁率 在什么地方做连锁率呢 首先把second x的平方当作是普通的x去做微分的话 是把指数先放下来 然后指数减1 于是我们得到两倍的second x 但是由于second x呢 它另外又是一个三角函数 它不是普通的x 所以当你做完这样子的微分之后 还要再对second x自己再做一次微分 把它乘在后面 tang x也是一样 把它先当作是普通的x平方 做微分就得到两倍的tang x 好 指数放下来相乘 指数减1 但是tang x呢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x 它是另外一个函数 所以呢 微分完你还要再把tang x 再做一次微分 乘在后面 这就是微分的连锁率 我们来看看答案是多少 好 2second x乘上 second x的微分 就是second x乘tang x 2tang x乘上 tang x的微分 tang x的微分呢 就是second平方 OK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 4second平方 x乘以tang x 4second平方 x 4second平方 x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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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cond平方 x